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一本新书叫《原则》 这本书2017年9月出版了英文版 2018年1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 这条音频给你解读的是英文原版 英文书原书一共是592页 我会用大概19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要想达成目标 最重要的是拥有一种以原则为基础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用绝对理性的态度来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先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他叫瑞达利欧 也有人翻译成雷达里奥 他被称为是投资界的乔布斯 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 这个名字在投资界如雷贯耳 他最大的成就 那就是创立了一支叫做乔水的对冲基金 乔水基金已经超越了金融大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 成为历史上最赚钱的对冲基金 即便是遇到金融危机 其他基金都遭遇巨额亏损甚至倒闭 乔水基金也能平安的渡过危机 还能获得良好的收益 现在乔水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 已经达到了1600亿美元 换算过来 差不多有一万亿人民币了 是世界上当前资产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 达利欧本人也被称为是对冲基金教父 由于在投资界的出色表现 达利欧还被美国时代杂志 评为全球一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这本书实际上它也不是一本新书 因为在2010年达利欧就曾经免费的发布过 这本新书原则就是在它免费版的基础之上 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汇总整理 比尔盖茨还亲自为这本书作序 这本书的创作要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 当时达利欧会记录一些投资方面的心得 因为做投资的不确定性很大 经常会遇到很多新问题新情况 他后来就发现 与其每次碰到新情况手忙脚乱 那还不如静下心来 好好思考总结一下 是不是可以针对同一类型的情况和问题 总结出某种行为准则 来应对每次遇到的新问题 达利欧开始做投资之后 会把每一笔投资的交易逻辑记录下来 然后总结规律 提炼投资规则和标准 为以后的交易做准备 书里内容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电子书和纸质书都很受欢迎 纸质书发售的第二天就被抢购一空 那即便是美国当地的读者 也得等一两个月才能收到这本书 火爆程度就可见一斑了 全书呢一共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达利欧的个人奋斗史 第二部分是他总结出来的生活原则 第三部分是他总结的工作原则 后两部分的生活原则和工作原则 大大小小的原则加起来啊 有几百条 主要以清单体的形式呈现 每条原则还配上了简短的文字说明 那说完这本书的主要情况和作者概况 下面呢 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精华观点 这期音频 我会从三个方面为你解读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首先我们来讲一讲达利欧生活的原则 如何用绝对理性的态度去认识这个世界 精准的了解现实 其次我们来讲一讲达利欧工作的原则 如何把原则当作工作的基础 在工作中以优秀想法至上的原则进行决策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原则的原则 如何成为一个专业的犯错者 从错误中反思形成属于你自己的原则 好了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生活的原则 这一部分包含了很多条小原则 核心内容就是如何用绝对理性的态度 去认识这个世界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性的有原则的人 实际上要认清楚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 人具有动物性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让自己内心的动物精神 来驱使自己行动 从而忽略了对事实和真相的追求 比如说巴菲特曾经说过自己的投资原则 有一条是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 这一条投资的原则听起来简单 但是有股票投资经验的人都知道 想要践行这条原则实在是太难了 在市场大跌的时候 你很难保持理性 很有可能就跟着其他人一起卖出手上的股票了 那为了更理性的思考和行动 达利欧总结了达成目标的五个步骤 他认为不论想要达成什么目标 都要经过五个步骤 分别是设定目标 认识问题 诊断问题 设计解决方案和执行解决方案 这五步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很多人到第二步认识问题 就推进不下去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达利欧分析说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人们天性是自负的 容易建立心理防御机制 有的人观点受到了挑战 首先想到的不是承认错误 而是先给自己辩解 甚至连辩解都做不到 直接就生气了 另一方面 每个人都有盲点 不同人看问题的视角都不一样 我们惯有的思维模式 可能会让我们没办法 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形式 由于这两个原因 我们遇到一件事 就容易根据自己的视角 做出一个判断 还听不进去别人的建议 那么应该怎么去克服自负 避开盲区呢 达利欧说 需要保持极度开放的认知态度 承认自己有盲点 有缺陷 他交往过无数精英的人士 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 但是这些人聪明就聪明在 十分清楚自己到底哪里存在盲点 哪里存在缺陷 并且知道怎么补着 抵消这些盲点和缺点 除了保持极度开放 达利欧认为 我们在生活方面 也应该主动去保持理性的态度 用科学而理性的方式 去对待生活的方方面面 主动把感性的经验变成理性的总结 咱们举个例子 如果你问一个人 你每天上下班一共要花多长时间 大多数人都会说四十多分钟 或者大约一小时 但是很少有人会把每天上下班的时间记录下来 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一个精确的平均上下班时间 以及在上下班的过程中 最长花了多久 最短花了多长时间 那如果你能准确的记录 用这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生活 那你对你生活的掌控感 会提高不止一个层次 好的 这就是本书的第一个内容 生活的原则 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 在这一部分的内容中 达里欧建议人们 有意识地拒绝自己 用动物性的一面去思考和行动 在生活中保持极度开放的认知态度 摒弃自负和不必要的自尊心 从而认清事实和真相 对待生活 要有科学家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 才能真正成为生活的主人 那说完了生活的原则 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达里欧工作的原则 从本质上来说 达里欧总结的工作原则和生活原则 是一脉相承的 他自己就在书里面说了 工作原则其实就是把生活原则 应用到了事业上 他在书中列出了上百条原则 大概可以分成三个维度 一个是人 一个是文化 还有一个是组织建设和管理 这些原则看起来有一些杂乱 但其实都有一个重要前提假设 就是桥水基金奉行的 优秀想法至上原则 所谓的优秀想法至上原则 意思就是说 公司做决策的时候 要选最合理最科学的选项 而不是看谁职位高就听谁的 达里欧认为 一个组织想要成功 不是看创始人有多牛 也不是看手上有多少资源 而是看这个企业能不能奉行 优秀想法至上的原则 想要让最优秀的想法脱颖而出 第一步肯定是所有人 把想法拿出来给大家看 第二步就是大家互相评判 提出不同的意见 那你可能会问了 怎么样评判一个想法是否合理呢 在书中 达里欧介绍了在桥水基金内部 使用的一种决策方法 叫做可信度加权决策法 那也就是充分考虑到 每个人的专业背景 然后对不同专长的人提出的意见 赋予不同权重 最后加权计算进行决策 比如吧 在桥水基金的会议上 如果探讨到医疗相关话题 有医疗背景的人提出的意见 在最后决策中所占的权重 肯定就会更大 那会会计背景的人 提出的意见的权重 就不会太高 如果探讨的是一个 跟会计相关的问题 那就正好是反过来 这种情况下 既保证了决策过程的公平民主 又保证了最后决策结果的 科学性和可行性 当然了 这个决策方法有前提 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在达里欧看来 每个人的大脑和生理特征 都是不同的 每个人也都有自己 专属的优点和缺点 看问题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角度 也肯定有自己的局限性 为了保证最终决策的质量 就得把各种不同角度的 观点和想法都提出来 充分论证之后 才能保证最终决策最优化 但是啊 不是每一个企业 都能够营造出这种氛围的 那么如何才能够 让优秀的想法不断的 在企业内部产生呢 这里就涉及到 达里欧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原则 叫做极度透明和极度真实 刚才我们说过 在达里欧的生活原则里 有一条叫做极度开放 在工作原则里 这条极度透明和极度真实 跟极度开放也是一脉相承 而且特别被浓墨重彩强调的一点 在书中啊 有这么一个例子 说有一次 达里欧收到了一封邮件 这封邮件是他的下属发来的 里面是这么写的 达里欧 你今天在公司开会时候的讲话 简直是不及格 你根本没有做任何准备 不然的话 你不会讲得这么烂 以后 你应该多花点时间 为开会做准备 如果需要 我甚至可以来陪你做准备 帮你热身 信的最后 下属还补了一刀说 你要是觉得我的看法不对 可以去问其他同事 或者直接来问我 下属这样直接挑战老板 在其他公司实在是很少见 但是呢 对于达里欧来说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会发生 他也完全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生气 因为只有这样同事之间才敢坦诚相待 在公司内部 不管级别高低 有任何的问题或想法 同事之间必须及时指出 这就是他们奉行的极度透明的原则 除此之外呢 桥水基金内部啊 有一个听起来比较恐怖的规章制度 公司内部基本上所有的会议都要被录音 如果在开会的时候谈到了某位同事 但这位同事又不在场 在场的人就必须把谈论这位同事的录音 发给这位同事 那就是说 公司不允许任何人在背后议论别人 比如有一次 达里欧和公司另一位高管 讨论一位员工晋升的问题 高管觉得 这位员工的工作能力很强 可以给他升职加薪 但是达里欧却觉得 这个员工的能力不够 后来达里欧一想不行 不能在员工背后议论他们 于是呢 达里欧就一个电话 把这位员工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然后开始当面评论他 当然了 评论的同时呢 也给了这位员工解释的机会 其实这种极度透明和坦诚的文化 是有科学依据的 哈佛大学有一位学者叫罗伯特凯根 他研究发现 大多数企业的员工 虽然表面上干的是一份工作 但其实做的是两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 是他原本要完成的本职工作 第二份工作 是要他管理其他人 对自己的看法和印象 尤其要隐藏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展示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 但这第二份工作 其实非常浪费时间和精力 在桥水的公司文化里 大家只需要做第一份工作 只做最自然 最舒服的自己就够了 不需要再在第二份工作上 浪费时间精力 这一切的背后 其实还是贯穿着达里欧 绝对理性的哲学 他希望打造出每个人 都如机器一般精确运作 各尽其责的公司 因为这样才是最高效的 不过呢 这个极度透明的原则呀 也是有代价的 在桥水基金 新入职员工的离职率非常高 据报道 三分之一的员工 在工作的头两年之内 就会离开公司 而且呢 根据这些离职员工的反馈 他们认为 同事之间的交流沟通 太过粗暴 而且经常处于被质疑的状态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内容 工作的原则 我们呢 来稍作总结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 达里欧介绍了一种 在桥水基金内部实行的一套 决策机制 叫做优秀想法至上的原则 在这个机制中 公司的决策 要用最合理 最科学的方法做出来 这个方法就是 可信度加权决策法 而为了让公司具备实现 优秀想法至上原则的可能 达里欧在公司里实行了 极度透明和极度真实的原则 虽然这个原则 让公司同事之间坦诚相待 但这种显得简单粗暴的交流 也导致了比较高的 新员工离职率 那我们说完了工作的原则 我们最后来说一说 关于原则的原则 也就是怎么形成自己的原则 达里欧认为 我们无法通过听取别人的经验 来建立一种原则 那本质上原则 只能来自于痛苦加反思 达里欧其实有一个怪癖 他喜欢沉浸在痛苦中 不断的复盘这些错误 他甚至还做了一个APP 叫做Pain Button 中文直接翻译过来 就叫做痛苦按钮 专门用来记录 每一个犯下的错误 每一个引起痛苦反思的事件 比如他就在各个场合 反复提及 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发生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初 美国的失业率很高 美国的主要银行 持有很多拉美国家的债务 1982年8月 墨西哥出现了债务违约 这在当时算是个危机事件了 达里欧很厉害 成功地预测到了这次债务危机 所以美国国会华尔街电视节目 纷纷邀请他来讲危机问题 他在电视采访上继续预测 认为未来市场上 还会上演经济危机和大雄市 后来达里欧却被狠狠地打了脸 当时美联储为了应对这个危机 采取了宽松政策 结果为美国之后 带来了十几年的大牛市 达里欧本人也为这个错误判断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差点倾家荡产 但是达里欧后来回忆到 正是这一次错误 才让他进行了彻底的反思 让他的思维 从认为我是对的 变成思考 我怎么知道我是对的 让自己变得更加理性 在后来的金融危机里 这一套思维方法 让他受益肥浅 每次别人在金融危机里 赔得底朝天 桥水基金 总是能保持不错的收益率 除了痛苦加反思 要想形成自己的原则 还需要善于记录 做一个专业的犯错误 平常在工作生活中 我们会经历很多事情 有的事情经历完之后 我们会得出一些经验教训 甚至有的时候 就是灵光一现 产生了一些很好的想法 但是呢 人类大脑的默认设置 是短时记忆 只要我们不是刻意 重复去记忆某个东西 那我们获得的经验也好 想到的点子也好 很容易就忘掉了 这本原则就是告诉我们 从人生和事业上获得的经验 不要只停留在感性层面 一定要理性的进行记录和总结 达利欧在书里说 自己其实是一个专业的犯错者 英文叫 Professional Mystic Maker 这个专业的犯错者 不是说犯错很多 而是在每次犯错过后 都能对错误有完整的 理性的全面的反思 由此能够把错误 转化为原则 失败到底是不是成功之母 就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专业的犯错者 否则就只能获得模糊的感性的经验 最后的结果就是 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本书里的几百条原则 都是达利欧自己一点一滴 记录总结出来的 是他个人的人生百科全书 使用的时候就像搜索引擎一样 当人生和事业遇到什么问题 就直接去里面搜索相关的原则 作为决策的参考 开头我们说过 达利欧的桥水基金也是这么做的 他们甚至在公司内部开发了一个 叫Coach的工具软件 员工遇到什么问题 直接输入关键词 就能在这个工具里 找到相应的原则和解决方案 无论是达利欧自己 还是他创立的桥水基金 他们都运转的像机器一样 严谨精密 遇到的所有问题 都会被记录下来总结成原则 下次再遇到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然后照此执行 所以无论是达利欧自己 还是他的基金 在市场上都很少犯错 而且运转的效率非常高 好 这就是本书的第三个内容 关于原则的原则 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这部分的内容中 达利欧说 真正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制造原则 你只有从自己的错误中 不断反思 把感性的经验 总结成理性的总结 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原则 成为一个专业的犯错者 让每一次错误都为你所用 最后形成你的原则体系 掌控你的人生 好了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讲到这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期音频 首先我们了解了 达利欧的生活的原则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 达利欧建议人们 有意识地拒绝自己 用动物性的一面 去思考和行动 在生活中保持 极度开放的认知态度 摒弃自负和不必要的自尊心 从而认清事实和真相 对待生活要有科学家 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 才能真正成为生活的主人 其次 在工作的原则里 达利欧介绍了一种 在桥水基金内部实行的 一套决策机制 叫优秀想法至上原则 在这个机制中 公司的决策决定于 最合理最科学的方法 而不是职位层次高级 并且公司使用 可信度加权决策法 来保证这个原则得到实现 而为了让公司具备实现 优秀想法至上原则的可能 达利欧在公司里实行了 极度透明和极度真实的原则 最后 达利欧论述了 有关原则的原则 达利欧说 真正重要的是 制造原则的原则 而这个原则就是 你只有从自己的错误中 不断反思 把感性的经验 总结成理性的总结 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原则 成为一个专业的犯错者 让每一次错误 都为你所用 最后 用成熟的原则体系 来驱动你的人生 用理性 来对抗世界的复杂 当然了 瑞达利欧的这种 极度理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并不一定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比如咱们前面说过的 桥水基金的新员工 不适应这种 极度透明的公司文化 离职率很高 而且 达利欧的价值观的成功 和他所在的行业 也有关系 投资行业 是一个极度需要理性的行业 个人情绪需要被屏蔽掉 而在其他行业 这种理念 则不一定能够收获良好的效果 何况 极度理性 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认清真相的过程 可能也是痛苦的 有时 或许有意保留一些感性 对很多人来说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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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